为你写情歌的我就好比 凌伦把云通常皆失去 你是我的笔墨几点 我的手机唇厚 我的工商绝对 你我把云里成熟 我是柏姐 最近非常多人叫我去听 《鱼蛇号》和李承熙 这对梦幻组合最新的合作歌曲 《巴林戏》 要知道最近历秋除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之外 他们两人的经典作品 《一夜之秋》也再一次刷屏了 不愧是专利最点名的最有潜力新人 而今天这首《巴林戏》 从歌名上来看 应该是一首国风说唱作品 毕竟《巴林戏》是湖南岳阳市的传统戏剧 那么《鱼里两人》会怎么样去演绎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巴林戏》 《底城溪》 《鱼泽号》 哇 这密密麻麻的韵脚标注 像是军火展现一样 Let's go 《巴林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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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月阳楼》 《冬天拨号》 《好音请求》 《山寸空梦水天界》 《正常如火醉云心头》 《雨火星隐隐色柔》 《远不翻影随风走》 《楼外七山楼中原情的美景共春秋》 小周轻轻荡和发生思义 《梦华人海》 可以很有思义啊 那歌是写的 《月阳老山独自长把灵溪》 直到下个世纪迷我追逐记忆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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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Oh oh 是否看的不够清唱的不错 是你辜负你的期许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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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人家吹烟鸟鸟 哎 这里配合伴奏很好听 它那个空鸣的伴奏 Woo Chinese R&B She is what the sounds like 对我们晨曦 我比较 这个品牌有SMB的味道 《舞台映天水平》 《湖光山色空天冲影》 《河德琴言行义相素》 《在说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写进这篇话里小说》 《墙见一色串串乎义》 非常的有点 《天线冲林》 《语音》 《岛特星真冲林》 选后比不如画面了 可以可以啊 诶我觉得李晨曦这一段唱的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首歌的歌名给你第一反应 就是正儿八经的国风作品 那李晨曦在旋律的处理上 他放弃了常规的国风演唱方式 然后用现代R&B的唱法 在诗诗班的歌词上游走 当中一些尾音拉长 还有在编曲上用一些西方乐器作为衔接 都会给我一种中西结合的趣味性 后续这一段与心爱女子中英文学乱入 加戏曲腔调的对话设计 也给到我那种SMB的调皮性 而且诗意的歌词也很有画面的呈现感 李晨曦这一段可以的 好听又有趣 来听听余泽浩说唱的段落吧 这段试压很屌耶 蒙龙乐 这里不再是蒙龙乐对应了三面的孤乐同框 你是我小时候的女主人公 将你写进我的终将节词里 为你写情歌的我就好比 凌伦把孕通仓节词曲 你是我的笔墨几片 我的手指纯厚 我的工商绝词 你我万一力成熟 哇靠 老狱这一段的情话写的具有文化 虽然我觉得惊喜的是他最后这一段的比喻 为你写情歌的我就好比 凌伦把孕通仓节词曲 凌伦是古代的音乐之神 参节则是文字之神 他把两者的身份对调 然后去比喻自己持取双贯通的能力 后续再写到 你是我的笔墨子焰 我的舌尺唇猴 我的工商节子语 所以老狱这一套的撩妹操作 都是建立在音乐创作上的基本要素里面 然后赋予对方在我的生活中的特殊意义 跟音乐一般重要 哦这逻辑这文笔这比喻 不得不说真的太绝了 如果我是女生的话 我都失了 感动得失了眼眶 为你写情歌的我就好比 凌伦把孕通仓节识曲 你是我的笔墨只不变 我的手指唇猴 我的工商绝对 为你我把孕里承受 既然燃成金红色 你是一场美人光 要是否在等英雄过 相信我们会天长地久 到那时候会有亲朋克 你是人间的二月天 潮入我命中的金红克 最后这句写得不错 愿想为我背好执币语珠 好一个红袖天香 从此我写的是绝许你读 拼一颗吃烈心 我烧得开长江水 融化四个逼 想把爱唱给世界听 而我的世界不过日月 亲 我吊你大爷的老鱼 他最后这句 想把爱唱给世界听 而我的世界 只不过是日月 亲 我鸡皮歌都起来了 真的太幼麻了 我想把歌唱给全世界听 但我的世界只不过是白天 晚上 还有你 这不用玩吗 那么这首807我们就听完了 DAM真的太强了 如果说插序人生 玩的是文字蒙太熙的高度 一夜之秋是对人生 以及失恋 失忆描写的高度 那么这首807 真的是把说上情歌 提高了另外一个高度了 而且与里合作的歌曲 除了在文字上的经验之外 最狠狠病的部分 就是他们的听感不好 大家都说 他的歌词写的是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不好听 但这首807 我觉得是很好的弥补了他这个缺点 首先里程系开头那一段中式IMB 我觉得已经足够好听了 足够满足了大众对听感上的要求了 而于哲号说唱的部分 也通过一些戏曲腔调 然后拉长尾音 变调等等的方式 去增加整个听感上的韵律性 而且他还会在他的演唱里面 注入一些情感 你会听到他在唱一些孤独的词的时候 会爱 然后唱到和心爱女子的画面 就会故作矫情的 情 总之都是一些非常能够让听众 带入整个情绪的一些设计 你不得不承认同样是旋律缩唱情歌 但他们这首807 却展现了一种只有中文 才能把玩的韵味和意境 这一方面老黑是搞不了的 那么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呢 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到评论区 这里是Vicot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